小童玩具 小朋友们快看 这个是我最新得到的奥特曼X档案 这里面可是有很多的奥特曼西部款卡片 我可以偷偷的给你们看一眼哦 来吧 哎怎么回事啊 啊 啊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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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是怪兽 啊 怎么办 这个怪兽在破坏城市 看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打败他才可以啊 怎么办呢 有了 是时候召唤奥特曼了 这个 奥布奥特曼 召唤奥布奥特曼 这个可恶的怪兽 竟然连奥布奥特曼都输给了他 当然我要召唤其他奥特曼 对付他才行 这次要召唤谁呢 召唤哪个好呢 哦就你了 赛罗奥特曼 召唤赛罗奥特曼 天呐 这个怪兽竟然把赛罗奥特曼都打败了 看起来他有两瞎子呀 那我就要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赐予我光的力量吧 迪迦奥特曼 救你了 可恶的怪兽竟想破坏城市 简直痴心愣想 太棒了 迪迦奥特曼的宅配利奥光线也太酷了吧 你下次就把怪兽给打倒了呢 惊喜你迪迦奥特曼 打败了怪兽拯救了城市也救了我 那我现在要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奥特曼的X档案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X卡片里面 究竟有哪些奥特曼的卡片呢 那我们先开第一张卡片 这是该要奥特曼的卡片 也是一张OA的马星堂哦 快看它的攻击值有十万八千 防御值有十五万六千多 这张卡片的攻击值可要比防御值厉害一点点 不过也只鲜于一点点 我们看这张卡 这张是LGR卡 是戴拿奥特曼的 攻击值有十四万七千 防御值有十五万八千 它的防御值可是比攻击值高之很多 看起来它一定很扛大 它的必杀机是索尔杰特光线 第三个小朋友们快看 这是一张UAR卡 是巴尔级行人 你们认识它吗 它的攻击值有十四万六千 防御值有十四万八千 看起来它也是很扛骚的那种类型啊 它的必杀机是巴尔级光束 再看最后一张卡片 是艾克斯奥特曼的 这个是艾克斯奥特曼的混合装甲形态 它的攻击值有十五万 它的防御值有十五万一千 怎么这些奥特曼的防御值 好像都比攻击值要高出那么一点点 难道这一页的奥特曼 全部都是比较扛骚的类型吗 它的必杀机是终极扎纳蒂姆光线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这些卡片吗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奥特曼 哪个会更厉害一些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果果姐姐哦 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小朋友们 之前我们已经玩过了很多车神系列的玩具了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三款新的车神玩具了 江江 它们就是猛卡车神了 而且呀 这三盒猛卡车神还是三王 超瓷将王 超暴邪王 还有超宇旧王 它们三个全部都是猛卡车神之 魔幻对决中的角色哟 我们一起来拆开看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超宇旧王 哇 看上去是一只蓝色的老鹰 好帅气呀 让我们把它变成车的心态 讲讲变形完毕 哇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接下来是它的玩法 拿出盒子里的猛卡车神卡片 哇 潮与旧王的旧王超光炮 把猛卡放在前面 推动车神 猛卡车神 哇 这样卡片就贴在了车的上面 而我们的车神直接变成了 潮与旧王 好帅呀 我们再来一次 潮与旧王变身 下面是超暴邪王 他的样子有点吓人诶 应该是一个反派吧 哎呀 把它变成车形态 将将变形完成 潮与旧王 没想到 潮与旧王的力量这么大 连猛卡都甩飞了 让我们再来试一次 潮与旧王 变身 卡片再一次被甩飞了 我们最后一个来拆这个 潮与旧王 这次看上去应该是一个正派角色 把它变成车形态 非常简单 就变形完成了 拿出门卡 这次的门卡 是黑钥匙者的千军万马 哇 这次的变形非常成功 我们再来一次 潮与旧王 变身 完美 现在三王 我们全都变形了一遍 那我们来试着对战一下 首先把变形好的车 推向门卡 然后瞬间变形 根据车身上的属性 对应 门卡上相同颜色的分数 双数大的就为获胜 首先是潮与旧王 对战 潮与旧王 对战开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的分数 潮与旧王的属性是红色 卡片上对应的分数为 十分 潮与旧王的属性是蓝色 卡片上对应的分数是 四十分 这一局潮与旧王获胜 下面 胜利者潮与旧王 对战 潮与旧王 对战开始 潮与旧王的属性 也是蓝色 对应的分数是 五十分 潮与旧王的得分 则是四十分 本局的胜者为 潮与旧王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 猛卡车神系列玩具 你们还喜欢吗 喜欢你们视频 请不要忘记 点赞在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拖雷基亚 最近在干嘛吗 我发现 拖雷基亚 竟然转行 去当指挥家了 而且还给 迪家的婚礼 歌曲来着 这个就还要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他失业了 不过没有关系 老托在网上 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这个就是我在网上买的 拖雷基亚 礼物大盲盒 老托说了 这里面全是他 最喜欢的玩具 绝对超值 等等 这里面 不会藏着一个 太家吧 要是给我一个太家 不行 我已经等你了 我们现在就开拆 哎 贝利亚 确定这是老托的 礼物盲盒吗 他跟贝利亚 有什么关系啊 等等 好像在太家里面 老托直接把贝利亚 给打砸了 不会 这个就是他吧 这也太可怕了 咱们还是接着开拆吧 啊 你的蛋 我再开 我的妈呀 是一个泰罗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泰罗和托雷基亚是好朋友 他人家的手环 还是托雷基亚做的呢 这俩人的关系也太好了吧 所以后来 他们俩为啥要不喜欢呢 算了 咱们还要接着开吧 啊 是爆米花 这个爆米花 可是托雷基亚最爱的小零食呢 光是在电视剧里 抬出车两次 看上去也太香了吧 老托连自己最爱的小零食都给我了 这也太感动了吧 要不咱们尝尝 看我好啊 好啊 我跟小糖 三次 哇 是焦糖味的 好吃 咱们继续开箱 骗人了吧 这也太假了 要不咱们试试 老托果然是个好老板 这么破的变身器都能变身 不行 我要去再来一套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订阅 明天见 哇 是赛罗奥特曼 您的快递请注意查收 哇 那不如我们现在赶快回去开拆吧 嗯 奥特曼系列的玩具 我们拆过很多种 不对我来说呢 我最钟爱这一款 这一款可是我等了一个月才到的 关键刚刚还是赛罗本人送的 太帅了吧 咱们先来看看盒子 该盲盒一共有9款 盒子两侧 一边是奥特曼 另一边呢则是怪兽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还有可能插出西游盘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开拆吧 哇 是圆形的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这里面会是谁呢 会不会插出西游盘呀 哦 是蓝色的 哎 又好像是紫色的 这个是谁呀 哦 原来是特曼教的吧 再来插一个 那就选中间的这个 打开看看 这个会是谁呀 红色的 红色的奥特曼可是有很多的 让我来看一看 而送前有一个X 这个就是X奥特曼 哇塞没想到我刚插的两个 就拆到我最喜欢的 一个是X奥特曼 还有一个特曼教的 这次我们选哪个呢 哎 不如选这个 咱看连成一条线 赶紧打开看看 这个会是谁呀 没准我通过它身上的花纹 不用看头 就直接猜出 是哪个奥特曼呢 哦 又是红色的 楼出一个角看看 红色和紫色的 那倒是特曼曼吗 哦 原来是泽塔奥特曼 泽塔奥特曼可是很好奇的 看 它胸前有个Z字母 就是 泽塔的大写啦 再加插一个 这次我们拆这个吧 为什么迫不及待了 全部都是我喜欢的奥特曼 不知道这个会是谁 哇 银河奥特曼 你快看它的头呀 蓝色的 是不是很帅呀 这个我也好喜欢呢 这次我选这个 我可太喜欢这个茅盒儿了 全顾都是我喜欢的奥特曼 这个不是谁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小朋友认出来 这个颜色的 是奥特曼吗 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知道的话 赶紧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看看谁要猜得出来 哦 这不是奥特曼 它身上的花纹有点像斑马 它就是怪兽打打 哇 现在还剩一二三四 还剩四个 这个不是 是不是没有偏过去了 呼呼 那我们这次来拆这个吧 嘿嘿嘿 这次拆这个 会是谁呢 我好喜欢拆这种 盲盒一样的东西 嘿 偷偷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脚是这样的 是黑色的 这个会是谁呀 邦邦邦 拆出来了 它应该是 罗索奥特曼 不过它怎么是黑的呀 难道是 黑暗的罗索吗 这次来拆 这次拆这个 我希望拆一个能守护地球的奥特曼 刚刚拆了一个怪兽 又拆出了一个暗黑奥特曼 诶 这次是一个白色的 我怎么不记得奥特曼里面有白色的呀 不会又是一个怪兽吧 好 原来是金骨桥呀 虽然它是一个怪兽 我它长得好萌 我还是很喜欢的 哇塞 感觉吸在吸盘上够有趣了 现在呢 还剩下两个 你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被点赞最多的 这两个就直接送给你们啦 6块6的盲盒 你们买过吗 那6块6的奥特曼盲盒 你们又买过吗 最近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款 经典的卡片盲盒 据说呀 里面可全部都是绝版的卡片 而且还有就会拆出 超级稀有的满星稀有卡 甚至还有人拆出了XR的大头赛罗卡片 现在一张XR卡可是炒到了上万元呢 今天就被我搞来了 8盒全部都被我买来了 老板说这8盒里面 肯定要出大头赛罗的 也就是说 我花50块钱 就能拆出这张大头的赛罗 那我可就真的发达了呀 看一下看 哇居然有这么多卡包 12345 这还没开包 我们就装回来了5块钱 不过这里面的卡片 不过和上次一样 全部都是非卡吧 哪里掉了许多的卡片都没有 哎呀不管 咱们先拆开一包看看 只有一张还不错的卡片 是拖雷吉亚老子们 这张卡片是帕瓦德奥特曼 这个是巴罗萨星人的一张XR卡 普普通通 你看跟这张比是不是普普通通 这个是雷古洛斯奥特曼 和雷欧奥特曼的一张EOR卡 而且还是满星的卡片 再看它的攻击值148000 防御值15000 我的天哪 这个实力简直太强了 这要好好收藏起来才行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被打冲击形态 攻击值9300 防御值9800 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张SR卡 按K特里加 这个是戴拿奥特曼奇迹形态的SR卡 这个是奥特曼虫光层太太SR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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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效果不怎么样 咱们还是继续开下一回吧 就管 啊 里面只有一包卡包 这个是奇迹版的卡包 不过呀 好在是奇迹版 如果这是经典版 可就亏大发了 来看看里面究竟会有什么卡片 废卡 废卡 一张SR卡 这张卡片还不错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的原始卡 再来看一下这一张 哇 这个是盖亚奥特曼的V2型 攻击值有84000 防御值也是84000 哎 这一盒看起来还不错呀 有几包 而且还都是两元的卡片 估计比刚刚那个靠谱多了 耶 这一次我们全部剪开 全部拿出来 然后看看究竟有什么卡片 哇 实际上有这么厚的卡片 你们来看看 费卡 哎这是一张SR卡 我接到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卡片 费卡费卡 哦 这一个是好卡 这个也是好卡 因为我发现了只要到这个好像倒是好卡 我让你们这个是什么 好啦 一共发生了一二三四五五张好卡 这包虽然不错 但是老白 你确定没有更大的金钱等着我吗 这包虽然不亏 但是咱也没赚呀 我接着拆 这次呀我选这个 哇 好大的惊喜呀 竟然还是一元包 而是一元包 而且有足足八袋 我都拆兔了 还是接着拆下一个吧 我们接着开 这次拆这个 哦 不是吧 这次竟然只有卡片 没有卡包 哎 等等 这个卡片好像有问题 哇塞 竟然是超级秀的SR卡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攻击值和防御值全部都是17万 这实力杠杠的呀 再来看这个 哇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不过不是大头的卡片 攻击值和防御值也是17万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满兴的卡片 哇 这个是泽塔奥特曼满兴的卡片 老板这是看我没拆出来 你送我的超级秀的卡片吗 这个老板看起来是良心卖家呀 这怎么说我都回本了 看来剩下这些包我就不用拆了 咱们直接看看都是什么吧 哇 没想到这里面既然还有这么多的卡片 那就直接送给我的小粉丝们吧 老板们 你们知道宇宙大债王是哪个奥特曼的秀称吗 是杰德 还是泽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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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不是 这位债王啊 从来都是只借不还 就是我们的欧布奥特曼 最近呢 缘故又新推出了 欧布限定卡片大盲盒 开这次欧布呀 又要开启它的债王模式了 据说只要运气好 还能变身欧布的最新形态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搞来了 这可是花了我整整六百块钱大洋 如果开不出欧布的最新形态 我可不是亏大的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拆 咱们先来选这一个 咱们打开看看 哦 两张卡片 一个是银河奥特曼 还有一个是艾克斯奥特曼 它们俩能融合出啥呀 不如咱们融合一下看看 银河奥特曼 艾克斯奥特曼 银河奥特曼 哇塞 既然是欧布的黄闪形态 将来就直接把它回收给封印了 刚才今天的网坊买的还挺值得 咱们接着开看看 这一盒子里面会出这一张卡片 这两张卡片 有一个是贝老黑 还有左飞大人 这一正义鞋还能融合 咱们来试试 左飞大人贝老黑 融合 我的马亚确定这个是奥特曼 不是暗黑游布 没想到它竟然直接把加拉特曼给拆了 嗯嗯 算了怕了怕 咱们还是接着拆下一个吧 咱们打开一下看看 哇 两张卡片 竟然是赛文和赛罗夫的两个 咱们融合一下试试看 赛文 赛罗 融合 哎呀 这欧布怎么还有一种赛罗附体的积式感 说好的最新伺坛呢 我怎么没有拆到呀 小伙伴们赶快给我集结欧气 来生最后一个盒子了 说不定老板就把先钉的好卡放到这个盒子里 我猜 哇 是戴拿奥特曼和迪迦奥特曼 欧布还进入过他们两个的力量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陷阱卡 咱们也来试试 代拿 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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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亚真的融合出来了 说这个是融布的啥形态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超级飞侠 任务守护 帮助他们要 希望的是你 超级飞侠我爱你 不知不觉 超级飞侠已经播到第十一季了 详细屏幕之前 已经有很多超级飞侠的小粉丝 除了添加了新的团圆之外呢 基地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今天我就给大家搞来了一款新玩具 超级飞侠套装玩具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 这款玩具呢 不仅能发出绚丽的灯光 而且还有音像呢 最重要的是你肯定想不到 它竟然有无种玩法 让我来给它打开看看 哇 好大 好帅气啊 哇 是不是很有质感 你们可别小瞧它 这款玩具不仅可以在地上滑行 而且它还能在天空上飞行呢 现在就让我们召唤乐迪和他的好朋友 一起来体验新的玩法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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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来提供第一种玩法 打开这里 把乐迪放进去 上升轨道 按动黄色按钮 哇 乐迪出来了 发现了一个机关 开仓门前摸的地方 让我们来一起制作包裹 不过 现在是乐迪的飞行模式对不对 我们要给它编成另一种形态才可以 把乐迪的脚卡在上面 就像这样 乐迪准备好了吗 让轨道连接在一起 不要忘记打开仓门哟 就 酷飞来了 让我们把酷飞放进去 准备好了吗 酷飞 我们要启动咯 乐迪遇到危险 请小子来帮忙 对了 差点忘记了 它还有非常酷炫的音像 让我们来找一下按钮在哪里呢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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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开按钮 让我们一起到工具室 让我们来结合更多音像吧 超级超级超级装备了 哇 好炫酷呀 超级装备 正义感满满呢 超级飞侠包裹全部制作完成了 现在就让它们一起去运送包裹吧 连行联盟 好特别 简形联盟 正义出栗 小伙伴们 连行联盟 自从播出以来 就收到了很多小粉丝的观众 当然s超粉丝私信我 要我开童idez团 有两种玩法 冰箱加红盒 我们先把它打开看看 这是长臂的机甲形态 而且还有一个超级迷你的小机甲 这个绿色的呢 就是神机手 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变形了 首先我们就先来变形 第一款 汽车长臂 先把它们拆卸下来 一会儿我们再重组起来 好了 现在已经拆卸完毕 它变成了好多好多红色的零件啊 现在我们把它重组成汽车的形态吧 这是盔甲的部分 让我们看看它会变成什么 好了 这个变形完毕 它变成了车的前脸 还有前面的这个小轮子 必须变成其他的零件 这个是机械形态的手臂 好了 手臂的部分也变形完成 把它合并到一起 这个应该就是汽车的长臂了吧 还有机械形态的腿 它会变成汽车的哪个部分呢 将它合并到一起 扣紧固定起来 好了 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组装 变形连忙 无言退缩 胜利永远属于我 变形完成 不孤单 不怕前途做艰难 正义拥复复战 勇气永远相关 重力突破者 长臂 刚刚的长臂已经变形成功了 我们再来变形第二款 汽车神机手 同样我们先把它的零件给拆卸下来 拆完之后变成了这么一大堆零件 我们赶快把它组装起来吧 首先是它腿的部分 我们把它的脚给翻转过来 然后把两条腿合并到一起 记住一定要对准哦 不然是卡不上的 腰部凉起的地方往上推 姑姑姐姐觉得手臂是最复杂的地方了 让它弯曲起来 然后借助这两个零件把它隐藏起来 完成 这样就成功的把手臂藏在了车头里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两个大家伙 把它的腿给隐藏起来 另一边也是一样 好了车头和车尾都已经组装完成了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变形联盟 无言退缩 胜利永远属于我 好伙伴 不孤单 不怕前途多艰难 计算先行者 神机手 安装完毕 消防车已到位 好了小朋友们 你们还想看哪个玩具的开箱呢 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拜拜 拜拜